哈喽大家好哇这个光线 今天呢又是一只 大家非常喜欢看的Gear it with me 然后跟大家分享购物的 这样子的视频 我发现你们大家很喜欢看我这种很废钱的视频 就是你们真的心机鬼 心机鬼 然后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我近期买的一些化妆品 我其实本来是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全国货跟就是 其他品牌的这样子分两只来拍 结果最近真的是物流 不想说什么真的太慢 太慢了就是买的东西 又不发货可是又在家里面 不能出去所以只能买东西所以你在死循环 然后整个购物体验就超差的 我实在是等不及了所以我想说 干脆把最近买到我都收到的东西 就先总和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化了这一个妆 教大家会喜欢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我们就把它开始吧 开始来化妆 我最近皮肤真的是状态超级差 好干哦 鼻液两边都在反红然后这边长了 两颗大豆子 我已经非常久没有长过豆子了 竟然开始长豆子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条 多多抓伤的伤痕 咦 天 我刚刚先上了一个妆前用的是这一个 叫做Tavina 这一个妆前 它是一个柔胶隐形毛孔的这样子一个妆前 然后上完之后 我其实觉得它的那个柔胶效果还蛮好的 就这些地方呢 看起来都比较平滑了 它的质地有点像是那个Benefit 它们家那个反孔精 但是没有反孔精那么那么的规感 它质地会稍微厚一点点 有点像是某一种润唇膏 就是护唇霜的那种质地 然后上脸之后我觉得保湿力还可以 就是没有我们既定印象中的这个隐形毛孔那种妆前那么的干 目前使用下来个人觉得还行 然后接下来呢我要用一下这一个遮瑕液 它是Handskin他们家的遮瑕 我买的是Natural这个色号 推起来非常的丝滑非常的慕色 而且它整体的粉质呢其实还蛮细腻的 自然色号呢我是会喜欢在底妆之前呢 先稍微盖一下我的那个黑眼圈 而且不会太过于干也不会太过于湿 我个人使用下来还蛮喜欢的 给大家看到它遮这边 它效果也是蛮好的 它质地非常好推开而且很贴 而且它的延展性很好 所以只要取很小很小的一个量就可以遮全脸了 所以一次用量不要太过于多 你看这个瑕疵很大的地方 要被轻轻的点 你看就被遮得七七八八了有没有 而且跟刚刚的妆前打底一配合 整个皮肤看起来超细致的 你们看到这一块地方是像磨皮的一样 然后我最近就是刚收到这一个花洛丽亚的 他们家的这个粉凝霜 它里面的包装呢是长这样 包装还蛮好看的 就是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有点像是某一个日系品牌的那种风格 然后里面是这样 这样子都 它里面是有配勺子哦 所以盒子千万不要一着急就丢 我感觉它质地看起来好像果冻哦 有点QQ弹弹的那种感觉 看一下它的质地 哦 摸起来好丝滑哦 好慕斯哦 诶 刚开始的那个手部的触感还蛮好的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来 我们现在上脸看看 然后今天还是搭配海绵蛋 我个人上妆的工具 最喜欢的还是海绵蛋的 嗯 这个装饰好像还不错诶 颜色也很搭 我真的很会买诶 我的妈呀 这条例我觉得是五六层 我看有没有叠加哈 我们在下次比较多的地方再上第二层 看看 嗯 这条例 这条例是可以叠加的 然后妆感是偏半哑光的那种质地 它那个光泽是皮肤自带光泽 不是让你皮肤感觉非常亮的那种妆感 好看的 哇 这个粉色我喜欢诶 太厉害了 我叠加那么多层 还是很轻透 很轻薄 很漂亮 很嫩 好喜欢哦 我刚刚发现我的发筒没有开 气死我了 刚刚有一段无声的对白 好 就是 这边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先用这个耳目桃他们家的这个眉笔 先勾勒出眉形 然后接着呢 用YUNI的这个染眉膏 这染眉膏我刚刚说很好用 就是它非常的细 而且它这个弯角的刷头 非常好掌握就是精细的地方 就很顺手就对了 非常符合人体工学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画的眉心 接下来就是眼影 我要先跟大家分享这一个 我前阵子有发在微博上跟大家分享 就是花西子他们家出了这个 牡丹柔月浮雕眼影盘 哇 我真的觉得它超级无敌好看 我到现在都舍不得用 我今天也就是拿出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们来品味品味一下它有多漂亮 它包装其实我个人没有到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这个包装稍微轻了一点 如果它这个包装可以再稍微做重一点点 再贵一点点我也是愿意买的 因为它里面实在是太漂亮了 它里面是长这个样子的 哇 你自己看看这个雕刻 那个浮雕有多么的漂亮啊 感觉就是一件工艺品有没有 它是一个屏风一个屏风的这样的设计 其实我觉得颜色上面来说 其实搭配的还蛮好的 还蛮日常的 如果你是收藏者的话 我觉得这个你一定会喜欢 但如果你是那种就是买眼影来 就是一定要用就是不想要收藏的话 那这个我还不敢跟你讲说值不值得入来 啊 这三盘眼影真的是超级无敌厉害的 我跟你们讲我真的是觉得国货真的太牛了 距离我第一次测国货已经是大概三年前了吧 我真的觉得国货有一个质的飞月环 这个是万花镜他们家的眼影盘 不管从包装还是从颜色搭配 还是从它整个粉质的一个质感来说 都真的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像是我们所知道的很多国货呢 其实他们都还蛮喜欢打一个安全牌 就是走一些比较安全的配色 那这个品牌呢 万花镜他们家走的配色呢 都是比较跳跃一点点 都是比较大胆一些 有点偏欧美风一点 然后显色力啊 整个延展力啊 粉质啊 真的也都是很欧美大牌的那种质感 我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首先是这一盘 这盘颜色叫什么勒 搞不清楚 它有一颗很大胆的这一个 酒红色 这叫酒红色吗 梅红色 哦 超漂亮的 你自己看这个光泽 金属光泽 巨无敌美 哦 你自己看 这个饱和力 这个显色力 这个延展性 真的超级无敌好的 随便试一个亚光色给大家看 这亚光色超美的 超级美 有没有 哇 它整个是 不管是珠光还是亚光的显色力 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真的每一颗都很值得我们来尖叫 哇 给大家看这个颜色 有没有到吸一口气 我那时候试到的时候 我真的是尖叫 我就觉得 哇靠 怎么会有一个国货做的这么这么的好啊 这盘呢 是比较偏冷掉的一个配色 今天我准备就用这一盘来跟大家分享眼妆 它其实包装跟里面的配色都有搭边 然后这一盘呢 是一个比较偏绿色的 这样子的一个配色 这颜色也巨无敌好看 所以你看这一盘呢 就撇出这一个颜色 是不是又很日常 接着呢 用这个比较深一点的这个脏粉色 主要范围在双眼皮折内 接着呢 用我最近新买这个uni的眼线笔 然后直接先画一个内眼线 然后我最近很喜欢画眼头 所以眼头的地方呢 我也会稍微戴一下 就是视觉上给眼睛开了一个夹的眼头 然后呢 眼尾的地方也稍微再拉长一点点 如果有让眼睛开起来更长一点点 我会加一点点下眼线在后面 后 下眼剪的后三分之一的地方 接着呢 我要再取回刚刚的这个 比较深的烟熏玫瑰色 再压一点点在眼线上面 让眼线不要那么的实 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这一支 uni的眼线笔 它在手上呢 其实是非常弱软 然后显色力也很好 非常的顺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到我的眼皮上面去呢 它就是很难画出那种 一条非常实的线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我眼皮太干啦 还是什么的 就是 画出来的线条不是特别的饱和 不是特别的好看 再接下来 来上个睫毛膏用这个 1028他们家的睫毛膏 1028睫毛膏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在使用之前呢 建议大家就是 要先把膏体都擦掉大半 不然一下子会太多 很容易就是结块 而且持久力真的很好很好 欸 太紧了 然后我觉得它对于下睫毛也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就是它这个尖尖的刷头啊 这个地方做得很好 就是很好掌握那些小细节的地方 就是连我下眼睫后面这边比较稀疏的地方都够得着 连我这种几乎看不到的下眼睫毛都可以刷的根根分明 你看刷完睫毛的眼睛整个看起来就变得又放大了一倍 这睫毛膏真的超级无敌好用的 接下来就是修容跟腮红的部分啦 又用到就是这两盘是完美日记他们家这个什么 立体光感修颜粉盘 我收到的是这两个色号 一个是01号 01号整体的配色呢会偏粉掉一点点 会比较适合白皮 然后02号呢就是比较偏黄掉一点点的 这种橘粉掉的这样子的一个色调 那因为01号里面的这个修容色会带有点点灰掉在里面 所以我准备就拿这个颜色来做鼻影的一个修容 他们家这一盘的粉质做的还蛮细致的 然后这些显色力呢非常的适中 所以新手也不用担心会有手中的问题 那面部修容的部分我个人喜欢偏黄掉一点的 所以我准备用这个02号色这个修容来上 我最近很喜欢用这种比较大的散粉刷 我觉得刷出来的修容会比较自然一点 你看颜色非常的柔和很自然 欸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就是发肌线稍微长出来了一点点 没有之前那么的涂了 稍微长出来了一点点的小小的须毛 最近脸真的好胖啊一直不出门 接下来呢我准备在我的鼻梁稍微做一点点的打量 用到的是这个01号色里面这个粉色的高光 我一般情况下是比较喜欢那种偏香槟色的高光 但这个粉色的高光真的超级无敌美 你自己看的光泽感 它那个通透感真的非常的戳我 这种淡淡的带有一点点粉色调的高光 真的非常适合拿来做鼻头啊以及鼻梁的一个打量 我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超级无敌好看 而且它的粉质超级细腻的 我不会显得毛孔粗大 超级喜欢这个高光 腮红的部分呢我准备就用这盘里面 带来这个粉色调的这一块腮红 接下来我准备在我的颧骨啊 就是眉骨的地方稍微再打一点点高光 用到的是这个完美日记他们家这个钻石高光 他们家这个高光绝对是仙女必备的高光 它的质地有点像是土豆泥的那种湿软的那种质地 它整个就是钻石本人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你看 超级无敌 美的 01号色呢是一个银白色的亮片 02号色呢是一个比较相拼金的这样子的一个亮片 上脸真的是绝对是超强的钻石感 我现在轻轻的点在脸上给大家看 这个01号色绝对可以说是粉体beauty 那个diamond balm的一个平替了 然后涂在眉骨上面也很好看 而且这个颜色也蛮适合来做眼影的 我鼻头再稍微 嘿嘿嘿 来两下 哇 太漂亮了 唇部的部分呢要先用到的是这个 也是万花镜他们家的这个 好像是牙光唇釉 如果你是那种嘴唇超级油敌干的人 真的可以去尝试看看他们家这一系列 这是他们家给我的公关品 但是这支视频我没有收钱哈 完全就是我个人太喜欢他们家东西了 所以推荐给你们 好轻薄哦 而且完全不嫌唇纹 接下来我还要再叠一层这一个 3CE他们家的牙光唇釉 是叫做 勾音就什么字啊 勾音night嘛 然后我会主要涂在唇中间 然后我会把它抿开一下 谢谢观看 为什么我明白 请不吝点赞 这是什么